能给我造成这么大麻烦的 我又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他 不瞒你说 我在击碎天门的那一刻 就已经在这外围释放了足够强大的完整式空间法则 就算你能够脱离你的专属空间 也没有办法逃出昆仑神道以外的地方 所谓的至高神意志从今往后 就会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了 许阳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了信心 虽然也在最狂妄的姿态凝视着对方 终于至高神的意识 自是没有任何作弊风险的可能 硬着头皮和许阳来了一场 你死我活的巅峰对决 好吧 既然你已经做好这样的决定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至高神的意识苍老的声音 突然变得年轻了许多 准确地说 它是整个主大陆完整的 至高神意志图腾的一部分 可即便如此 现在的它只有最完整的形态 十二分之一的实力强度 仍就可以霸占着整个昆仑神道 几十万年 按照徐阳的判断 这家伙此时的形态 应该也有昆仑人皇那种 堪比人族曾经的第九人皇的实力 倘若这十二道至高神的意志完美合一 形成最强大的力量 那将是能够威胁整个主大陆文明的存在 就算是九大人皇合力恐怕也远远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唯有人族地者降临才有能力力挽狂澜 现在的徐阳还在成就那个无上位置的征途之中 而眼前这个家伙便是徐阳成就第九人皇之后 第一个要面对的最强者 废话少说 拿出你最强大的实力吧 徐阳话音一落 整个人便如同鬼魅一般消失在了原地 随着他一起动作起来的 还有身后两把主神器 强大的剑锋在徐阳的精神力引导之下 不断地切割周围的虚空战场 每一次两把主神器碰撞到一起 都可以让原本绚烂的星空 陷入一片空洞的寂灭 毫无疑问 那便是力量过于强大 直接崩碎了空间能够承载力量极限的状态 看到徐阳此刻纵横于星空战场 和其并肩作战的十八守护旧神 全都被惊得瑟瑟发抖 天哪 这就是徐阳阁下真正认真起来的实力吗 我竟然连肉眼捕捉到他的影子都做不到 若非我们都与他有一丝生命力绑定 恐怕以他的实力 想要轻刻之间将我们所有人瞬间抹杀 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十八守护旧神的占领 全都是一副震惊到了极点的样子 除了燕霞上神之外 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和徐阳并肩战斗 看到他这样的实力输出 也都给这些旧神强者们吓得够呛 燕霞上神却是失笑了起来 如果这就能让你们感到震惊的话 那么接下来 恐怕你们都要被吓得昏死过去了 徐阳阁下的实力 远远没有发挥到极致呢 好在这个家伙毕竟是至高神意志图腾 神法速度方面能够达到与徐阳相差无几的地步 只是碍于徐阳过分强大的压迫力 他也只能选择且战且退 不断地借助有限的虚空空间 进行功法力量上的躲闪 不愧是能带领那些卑微的蝼蚁 走到昆仑之巅的角色 你第九人皇的名头当真是名副其实 你的实力应该已经超出了昆仑的创造者 徐阳冷笑 我实力如何 还轮不到你来评评 你没有这个资格 接下来我要认真了 徐阳给这家伙打了一个预防针 下一个瞬间 只见至高神的意识 头顶上方一道无比强大的剑芒 瞬间崩出 刺破的云端 朝着至高神意志图腾的头颅位置 狠狠压下 只一瞬间 这家伙所在的虚空 全都被封印起来 如今的徐阳已经能够做到 随心所欲的驾驭永恒剑道的层次 徐阳不借助任何外力 直接就能召唤出虚空法则当中的剑芒气息 这道剑芒 一开始便出现了叠加十倍的强度 若非这一次对手是至高神的意志 否则平常状态下 徐阳根本不用动手 所以看得出徐阳是多么的重视至高神的意识 强大的威压 让这至高神的意志充满了恐惧 毫无疑问 徐阳所拥有的实战能力 对比他之前的预判还要强大不少 一时间 至高神的意志 竟也不知道该用怎样的手段来抗衡徐阳 只能不断地施展各种各样的法则力量 来对徐阳加以限制 遗憾的是 徐阳释放出人皇领域后 诸天万道法则对他根本产生不了任何的影响 在踏碎的眼前接连十几道法则封锁之后 徐阳直接来到了至高神意志的面前 如果你只有这点能力的话 那我实在是高估你了 话音一落 一股强大的剑锋 瞬间洞穿了至高神意志的图腾本体 这一幕的出现 立刻便让身边那些观战的守护旧神们 发出了惊喜的呼喊声 太好了 这么快就将对方予以重创 不愧是上天入地 人间无敌的徐阳阁下呀 不得不说 这些家伙们拍起马屁来 能力比龙坤也差不了几分 不过显然 他们将局面看得太简单了 如果至高神的意志 这么容易就能够解决的话 徐阳又怎么可能花费如此大的力气 在昆仑一脉折服了这么多年 果不其然 对方破碎的图腾肉身 迅速在法则力量的修复之下 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 你自以为实力足够强大 我也的确承认你的分量 但你若想在我的地盘将我斩杀 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能 我打不过你 但是我的生命力却丝毫不弱于你 对于自己生命力方面 至高神的意志还是很有自信的 徐阳也看出来这一点 仅仅只是以一丝冷笑作为回应 看看你的那道伤口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吧 现在你恐怕高兴得太早了 徐阳的声音 立刻便引起了眼前至高神 意志图腾的严肃关注 他猛地低头一看自己的胸口 也就是刚刚被徐阳那一道 狂猛剑气击中的地方 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变得溃烂 并且在伤口的位置 滋生出了各种各样 难以在短时间内 进行解读的诡异能量元素 殊不知 那正是徐阳自行炼化出来的 专属神器自带的功能 因为徐阳的雌雄残情主神器 乃是用天外陨星作为剑体打造而成 自身便在剑气当中释放出了 无比浓郁的天外元素 不过 趾高神的意志终究不是等闲之辈 很快便对这样的伤口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处理 让他残损的肉身 在短时间内得以恢复 凭借这种级别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伤害到我本体分毫 你还是将我的实力 想象得太脆弱了 徐阳脸上仍旧是一副 玩味的笑容 调了调自己的眉毛 哦 那你现在再感受一下试试 果然 刚刚恢复了和颜月色表情的 至高神意志图腾 在接下来的一瞬间 彻底傻愣在原地 因为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体内 这定时炸弹一般的力量 究竟意味着什么 恐怖的漩涡 在这个家伙刚刚愈合的伤口内部 迅速游走过 至高神意志图腾的四肢百害 将他刚刚打造出来的肉身 几乎捅成了马蜂窝 而这种恐怖的吞噬力 却并非来自于徐阳的昆仑技功法 而是他悄无声息地 开始了第十道体外起旋 并且在这个家伙的伤口 以及他的肉身各个位置 疯狂种植了这种 自带狂猛吞噬力量的种子 此时 至高神意志图腾这一具身体内 已经被千疮百孔的吞噬力 蚕食精吞的智力破碎 根本没有办法继续帮助他运行体内 强大的穴位力量 只能眼睁睁看着徐阳 在自己的面前肆无忌惮 却毫无办法 怎么样 现在轮到你这个家伙 自食恶果了 你不是很喜欢出难题 给我来解答吗 这一次 我也来给你出一道难题 是选择放弃你的肉身 还是继续在我的面前挣扎 你看着办 徐阳话音一落 缓缓转过身去 只留给至高神意志 一个桀骜的背影 要知道 他这样的做法 对于至高神来说 绝对是奇耻大如 面对至高神这种级别的存在 徐阳甚至连正脸 都不愿意交给对方 感恩还有什么 比这样的做法 更加让至高神的意识崩溃的吗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居然有这样的方式侮辱我 就算脱离这肉身 你不能奈我何 果然 至高神的意志意识到 如果再这样继续 拖泥带水纠缠下去 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因此他决定断臂求生 将自己完整的灵魂本源 从这具图腾肉身当中剥离出来 而后亲手摧毁这么一道肉身 避免徐阳后续 更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手段 和至高神意志的灵魂本体 纠缠个没完 看到对方这般果断地 放弃了自己的图腾肉身 徐阳满意地笑着点头 紧跟着周围空间内 无穷无尽的道指法则 凝聚出来的力量 在至高神意志的引导下 朝着徐阳的本体 铺天盖地一般狂砸而下 纵然徐阳能够做到 完全无视道指法则的力量形态 但是正所谓猛虎架不住群狼 这种级别的狂暴力量属性 不断在徐阳身边放肆地崩溃 就算他的肉身再怎么强大 也绝对不可能一点影响都不受 更何况这洪流当中 还夹杂着一部分 属于至高神意志的灵魂气息 本就拥有着极为强悍的压制效果 然而徐阳就是一副 云淡风轻的表情 仅仅只是对着对方流露出了一丝冷笑 便在掌心之中 凝聚出一股遮天蔽日一般的巨大手印 在这股掌力降临的一刹那 至高神意志凝聚出来的所有灵魂压力 完全溃散 紧跟着徐阳 毫不犹豫地释放出自己 刚刚从仁皇昆仑那里 继承来的昆仑技功法 显然 他这样的姿态就意味着 已经架起了炮台 准备朝着至高神的意志 发动最为狂猛的终极进攻回合 这一幕刚一出现 至高神的意志便已经意识到了危险 本能地锁紧了眉头 此时的他虽然没有了肉身 但是完整的灵魂轮廓 依旧十分清晰 已经开始思量起对策来了 徐阳立刻得到了背后 十把守护旧神的一致共鸣 一道又一道狂猛的呼喊声 在这一刻出现 与此同时 徐阳凝聚在掌心当中的 昆仑技功法图腾 迅速演化到了极致